很多人對於癲癇的印象都覺得好像蠻可怕的 要是萬一發生在小朋友的身上 很多家長都會非常的擔心 今天很高興請到我們亞東醫院小兒部的主任醫師 梁昭炫梁醫師來到我們節目現場 醫師早安 主持人 各位觀眾大家早 醫師要趕快問問您 小朋友怎麼會發生這樣的癲癇的情況呢 發生癲癇的原因有很多 不過一般來講大概有7成左右的病人 其實找不到什麼特別的原因 會造成癲癇的原因 有些比如說像頭部外傷之後 可能會引起癲癇 有一些比如說得過腦膜炎 腦炎之後 可能會引起癲癇 有一些是在特殊族群的小朋友 會引起的癲癇 比如像熱性痙攣 不過熱性痙攣我們就不叫做癲癇 但是它發作的時候就是抽筋量 也會讓人家會很害怕 所以它發作的時候 大概會有什麼樣的情況 身體會有什麼樣的反應 大概就是眼睛會上吊 口吐白沫 全身抽筋 我們常常在急診或者在門診 看到這樣的小朋友 其實家長都非常非常緊張 又覺得好像快要失去這個小朋友了 其實處理這種癲癇的第一步 就是家長先不要那麼緊張 因為一般來講 大部分的癲癇 在3分鐘到5分鐘之內 其實都可以自己停的 只不過它發作的症狀 是非常非常的可怕 所以家長有時候會很著急 會想怕那個就是 好像不知道怎麼了 好像情況有點失控 對 然後會把 怕會把舌頭咬斷 咬破 所以可能會很緊張的 要塞一些東西到小朋友的嘴巴裡面 其實都是錯誤的示範 塞東西反而是錯誤的 錯誤的示範 這真的是錯誤的示範 為什麼呢 因為你如果說 這個一定要維持呼吸道的暢通 如果說你塞東西到小朋友的嘴巴裡面 其實那是會阻礙呼吸道 所以那不是一個正確的方式 所以我們可以 以前可以看到一些 找不到什麼東西 就直接用手 手指 對 那其實這個第一個會造成 自己本身也會受傷 對 自己本身也會受傷 對 所以第一個碰到這種小朋友 或者碰到這樣的一個病人發作的時候 就是第一個要鎮靜 然後解開他的扣子 然後頭側一邊其實就可以了 把頭側一邊 對 就不要讓他嘔吐嗆到 小朋友發生這樣癲癲的狀況 是遺傳嗎 還是說後天有個環境影響到他 會發生這樣的情況 其實大部分的癲癲人都不是遺傳的 只有15%的病人 癲癲是遺傳所造成的 那我剛剛有講過說 大部分的癲癲 其實找不到什麼特別原因 就即使你去做 精密的核磁共振檢查 都看不出什麼特別的問題 但是其實這種癲癲人 其實是比較好治療的 那大家也不要一聽到癲癲人 就覺得這個是不可治癒的疾病 在我們臨床的經驗當中 其實有七成的病人 其實也是就吃藥兩三年之後 其實大概大部分都可以治癒 就癲癲不會再有發作 那這時候我們可以慢慢的停藥 那小朋友如果真的有被癲癲的狀況 殘身的話 他們比較不適合做哪些活動嗎 當然 癲癲的發作有些會有特別的誘因 比如說看到閃光 有些人癲癲就會發作 所以我們之前看到日本有 有什麼口袋怪獸 他看到那個電視之後 他會發作 那第二個過度換氣會引起小 就是所謂我們所謂小發作的發作 所以有些如果說像剛剛所謂失神性的發作 他在做運動的時候可能會發作 那這些小朋友必須要有規律的作息 不可以熬夜 那在感冒發燒的時候 可能要特別注意 因為有癲癲的病人在這幾種狀況之下 可能會比較容易會癲癲發作 治療的方式呢 目前來講 其實最好的治療方式 還是用藥物治療 那當然我們的經驗當中 用一種藥物就可以控制得很好的 癲癲病人還佔大多數 少部分會需要用到兩種三種的藥物 還不能控制得很好 這我們就叫做所謂的頑固型的癲癲 那頑固型的癲癲 那還有一些其他的方式 可以去做嘗試 比如說有些人可能會用生酮飲食 那當然有一些手術的治療方式 如果說你可以確切的找到那個病灶 那當然你可以用外科手術方法 把那個病灶給切除 或者是現在有一些所謂的 迷走神經的刺激素 它可以讓你的癲癲的次數發作 變得比較少 可以改善你的認知能力 所以小朋友發生癲癲狀況的 如果真的發作起來的話 第一步就是家長不用太過緊張 要先鎮定下來 還有記得就是 千萬不要像以前錯誤的觀念一樣 拿東西塞住他的嘴巴 這些家長都要特別留意 今天很謝謝我們的梁醫師 來到我們節目現場 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告回來 我們ma點 約 five 三 二 二